只要心怀利他的心 持送大悲咒能够所求乃愿 大悲咒为什么叫大悲咒呢 因为悲能拔苦 他能够把一切众生的苦难都拔出来 这是拔苦与热 观世音菩萨试愿出 牵手牵眼利益一切的众生 牵眼代表统领 牵手代表助力 牵手牵眼就是无量的化身 比如说持大悲咒绝对不堕三二道 你有持大悲咒的阴 你以后的个人就不会有堕三二道 以下观世音菩萨也有说 我们有持大悲咒 以后未来报到太方世界随心所远 甚至到极度世界不守太生吉报 就是联会化身 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法的阴 那边医药各年我们就有安全感 你如果了解念佛阿弥陀佛的本宴 以四十八大宴 第一宴到十六宴三宴 第一宴就是管理三億多 观音菩萨告诉我们 只要心怀利他的心 持送大悲咒都能够圆满众生所求 我们用心与观世音菩萨连结 一旦入心感动我们内在的 稀微的地方 就是菩提心的发现 也就代表我们愿意发愿成佛度众生 十方新闻贵文曲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我愿意发愿意85